這條影片就講一下 這裏桌上那麼多藥搞什麼 這個是 這個是消炎 止痛 止吐 還有瘦口水 這樣的 如果這裏的藥要買齊 在shopperstrap mark就要八十多元 我去了米特蘭 和麥克勒 那個 宜康的中心 就有一間藥房 我也是推介了 這間藥房 特別便宜 如果沒有印索 去那裏便宜很多 執藥費便宜 再加上每樣藥都有另外的Discount 執藏起來 48元 那要那麼多藥做什麼呢 就說回 其實呢 就是 我一個 一段時間 兩年前開始 一個種牙 種牙 的計劃 那 為什麼我會選這個牙醫呢 因為 我原本那個牙醫 是 很忙的 他把自己的 schedule 排得密密密密密密 所以每次去到 都還要等很長時間 可能 約你1點 結果呢 兩點半你才看到他 但你已經坐了過半小時 那我就很不滿意 那我終於有朋友介紹 找了一個牙醫 牙醫更加近 看不見 名字 定鏡 你們學一下 要看東西的時候 看不清楚是定鏡 OK 有一個Doctor的名字 OK 他是很好人 首先是我朋友介紹的 那他種牙的歷史和技術都有一段 有很長的時間 廣東人 純粹 純正廣東話 香港人 他第一次見他 他就收100元的檢查費 你的計劃是怎麼做 你有多少隻牙要種 製作 說清楚 報了價錢 我當時報是 兩年前 那時候是2600元 一隻 再加骨粉 我稍後再解釋什麼骨粉 那些東西 2500元 加骨粉就由 700元 至到1100元 不等 視乎 你沒有了多少骨 即是當你那隻牙 當你那隻牙 生起牙骨上膏 這隻牙 這些是牙骨 生起牙骨上膏 有些牙肉包住 但當牙肉住的時候 牙肉就會向後退 牙肉向後退露出你的牙骨 細菌就侵蝕 連牙骨也會侵蝕了一個粒位 粒了下去 需要 下骨粉 骨粉就一邊 撒粉 然後將 兩邊的牙肉 包住 包住了之後生好了之後 隔了半年又好 再開刀 將這些牙肉打開 把那顆 那顆螺絲 種牙的螺絲 還有 最後的牙套 那顆白色的假牙 凹下去 就 永久死牙 OK 2600元一隻 再加 每隻牙不同 你可能不用加骨粉 但我相信90%你都要加 如果你的牙衰到要種的話 另一個牙醫是便宜一點的 但就是因為他經常要 那個程序 計劃到密密麻麻 是不理會客人的 但現在這個牙醫我喜歡他 他自己預送了時間 變成每一個客人去到 其實就不用等很久 可能我最多都是等過10分鐘 合理 當然每一個牙醫 讀這麼多書 當然想盡量在最短時間賺最多的錢 於是就把那些約定 迫密密麻麻麻 這是不理解的 但這位牙醫 我喜歡他 他 不是迫到 他寧願犧牲自己的時間 如果你做一個手術早完成了 你就要等下一個客人 但我剛才說的 客人已經放在這裏等他 那些 你是 如果好像骨牌效應 有一個客人手術久了的話 後面全部塌了 說回 因為價錢 已經加了 我說的是兩年前的價錢 現在我知道是加了的 疫情之後我相信更加加了 所以我這只是一個參考價錢 我種了 這麼多隻牙去到現在 最後一隻要種的時候 就剛剛疫情了 幸好疫情期間 剛剛說是牙肉休養的期間 所以不關我的事 有一個體驗比較奇怪 剛才說的 你看牙齒 牙齒 把牙齒拔掉 剩下的牙骨 牙齒 又洩進去 凹陷了 於是 把骨粉倒進去 一邊填 填到牙齒 把牙齒拔掉 你的牙肉不足夠的長度 把牙齒包住 我體驗到有趣的 有趣的 它會在你身體抽血 抽血之後 就即場在牙齒診所提煉 成為一塊薄膜 類似 啫喱狀 有些煙煙韌韌的 給我看過 那就是 少少透明的 蓋在表面 然後用線 聯在一起 把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用一張紙 黏住它 封住它 因為你的牙 撒了牙骨粉 刮得比較出 包住了之後 就可以把另一邊的牙肉 兩邊在一起 蓋住了之後 大概等半年左右 令到 你的身體的 牙肉 就會 當作是真肉 大家互相關在一起 接下來 三天之後 我就要把這隻牙 再 撞開 牙肉撞開 露出牙骨 就 扭口螺絲 扭口螺絲 變成這樣 再過多一段時間 所有牙肉都生貼了 口螺絲之後 就可以 扭 沒有那個套 應該 扭一隻牙 整個過程 是 沒什麼痛的 從頭到尾我都沒什麼痛的 第一如果開刀的地方 打了麻醉針 還有 三天之後要做那個手術 要轉一顆螺絲下去的時候 我是 喝了 他那隻 我叫他做 迷奸水 很搞笑 一喝完之後 十分鐘 已經不省人事 睡了 睡了 三個小時後 有人叫醒你 起床 你老婆來接你 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痛都沒痛過 張開口 已經 把那顆螺絲 傷了 所以如果怕痛的人 整個過程 我痛的機會 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 有些人的肌肉 因為經過這麼大的開刀手術 神經線有很多是斷了 令到臉的外面 就有乳黑 好像被人打腫了 幸好現在疫情之間 你應該沒問題 遮住口罩 但是當時兩年前 我就沒有 兩年前開始做第一隻牙手 就沒有 沒有疫情的 所以臉肉比較酸 你只是會被人打腫了 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血蠻吸收回 帶走那些腫血 那就沒事 不過是個人的 不是一定個個都有 不過你預計了有可能 因為為什麼我提前拿到三天 我三天之後才做手術 提前拿到的藥就是 就是這隻 燒鹽 這隻 燒鹽 三天前吃完燒鹽藥 三天後就去 喝完加水 睡覺 然後睡醒 就告訴你 你種好了 種好了那條螺絲柱 大概 你應該有個貨業知道 種牙是怎樣 我只是告訴你 程序 通不通 價錢 另外如果你是 本身你都知道 你的牙骨 和上高的那隻牙 你將會剝了 你可以問一下你的牙醫 能不能夠當你剝那隻牙的時候 直接就 現在加骨粉 直接加了骨粉 讓牙肉關在一起 到某年某月 可能是 幾年之後 你真的覺得你花得起這筆錢 去種牙的話 你才做 那是因為 你拔牙的時候 例如牙已經壞了 要拔牙的時候 在那時候下骨粉 是便宜很多 可能是一半價錢 就好過你 第二天 好像我 要由醫生決定 大家決定要做種牙的時候 才下骨粉 骨粉 骨粉 可以跟你的骨粉生在一起 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當然 有什麼不明白 不明白也沒辦法 我回答了那麼多 總共 我整牙 幾隻牙 我大概用了23000元 你知道我煮多少隻 沒有辦法 經驗加分 就是多勤點刷牙 OK 不僅是你 要捉著子女 天天捉著不斷刷 還有什麼 這隻瘦口水有什麼特別呢 醫生處方才行 特別強 特別消毒得好 他經常就是 強調 阿波你記得 記得 朗口 記得朗口 這個是必要 大概是這樣 每次都是這樣 一關機就想起一件事 你說如果 不像你那麼多隻牙 我做一隻 那整個過程要多長呢 我經驗告訴你 大概一年左右 一年至一年半 因為 牙肉要生得好 生回 順了 沒有腫 所有東西的時候 你才可以再開刀 再雙粒螺絲 雙粒螺絲 雙粒螺絲之後 又要再等一段時間 它好完 你才可以再 套牙帽 整個過程 其實你要留在加拿大 很久 不可以快 也不要吹牙衣 我覺得 這是你自己找來搞的 如果你沒有時間 硬去種牙 剛才說 剛才說 2600 再加骨粉 骨粉可能是 700-1100 我想現在全部都加了 20%以上 到了今時今日 你自己心中有數 我聽過有些人 從兩年前 我開始打架的時候 已經聽見有些人說 4000元 5000元 我覺得這位阿姨 價錢合理 而且 近我 加上不用等 這個很重要 還有什麼想知道 你留言 寫下 還有 就算你留言 如果你的問題太長 我還是不會回答 如果我經常喜歡 打字答人 我就玩Facebook 怎會去YouTube 所以如果你要問些東西 盡量簡單一點